各位朋友,刚刚粉丝给我爆料,说有一艘中国的货轮在韩国海域沉没了 这个事儿啊,说你赶快看看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方面的报道啊 各位,这个事儿确实有蹊跷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的货轮啊 咱先说啊,虽然叫货轮,但这个船不大 这船的载重了只有200吨,是个小船 但是呢,蹊跷的地方是这个船上的船员全都失踪了 到底怎么回事儿 根据央视新闻客户端刚刚的消息 一艘疑似中国籍的货轮,就别疑似了 这个挂着中国的国旗呢,就是在韩国西南部海上沉没 当地时间29号上午 据韩联社援引韩国海警部门的消息报道 当天早上7点28分左右,韩国海警接到报警称 一艘疑似中国籍的货轮在韩国全罗南道的新安郡可居岛附近的海上 正在沉没中 韩国海警随后派出船只赶往事发海域展开救援 并通知附近的船只共同参与救援 另据总台记者从中国驻韩国光州总领馆获悉 中国驻光州使领馆已接到了韩国警方方面的通报 目前正同海警方面确认进一步的情况 同时已要求韩国海警全力展开救援 这个事情传来的这个图片 大伙看到了这个确实是一艘小船 这个韩国方面声称 他是在29号早上7点半左右接收到渔民的报告的 韩国的海警船随后前往现场 说排水量大概200吨的一艘中国货船 船只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搁浅到海上 角度呢大约为40度 韩方声称呢船上一个人也没有 因此怀疑呢是非法入境 随即封锁了周边的海域 并出动了十几艘巡逻船 开展船员的搜寻工作 是祥顺899 这肯定是中国的货轮了 一个人没有 韩国呢还说怀疑是非法入境 我就请问你一个200吨的货轮也值不少钱呢 那上面也能装这个不少人呢 这个几十个人肯定是能装了那了吧 连船老大都是偷渡的 船老大船员买了一艘破船 偷渡到你个破韩国 说实在的吧 简直是不合逻辑 对不对 这货轮可是值不少钱呢 但是呢船员全部都失踪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韩国海警方面传来的一段视频 大伙看一下吧 这个显然是这个货轮失去了动力 然后呢随着海浪搁浅了啊 这个搁浅到某个岸边了 是吧 这船上一个船员都没有 而这两天呢 又没有说是这个海上的这种大风大浪呢 这种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中国的这些船员呢 咱们先说吧 说这个韩国和中国啊 最近呢 由于美国的关系呢 关系不好 而且呢 韩国呢 也多次的出动海警 去骚扰 和甚至是去逮捕 所谓的过界的渔船 中国的渔船 是不是 这个事儿大家都听说过不少次了 是吧 在类似的事件呢 在2016年也有报道 是在相同的海域 出现了中国渔船翻沉的事件 当时船上呢 有10名船员 韩国方面呢 出动了船只救援 其实这个海域啊 就是在黄海 在这里呢 韩国是侵占了中国的主权 因为韩国一直要求中间线 平分大陆架 显然不考虑海岸线 大陆架沉寂物 沿海人工等 沿海人口等要素 这是要占中国的便宜 它要分走一半的黄海 中国当然不答应了 目前呢 韩国是侵占了苏延礁和向日礁 在这些礁上呢 非法建造设施 试图呢 将这些礁石呢 以及它附属的大陆架呢 是据为己有 而且韩国呢 还经常的打压围堵中国渔船 今年以来 据统计韩国就多次扣押中国渔船 其中三月份 韩国扣押了两艘30吨级的中国渔船 而后呢 又以越界为由再扣押一艘 四月份呢 韩国又扣押了三艘渔船 九月份 韩国在中日韩组织高级会晤之际 又以非法组捞为名 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 并将船员给抓走了 韩国的行为啊 简直是不要太过分吧 中方呢 曾经表态呼吁韩方妥善处理问题 多和中方沟通 一起维护好渔业秩序 可是呢 韩国呀 不跟中国沟通 动不动就 抓人扣船 而在最近 随着中日韩外长会的这种开启呢 是吧 韩方呢 也表现出了热情 外长这个朴镇 更是当场讲起了中文 向中方呢 表示欢迎 是吧 这个态度呢 倒是挺好 是吧 可是呢 事实做的这些事呢 各位 那中国的船员哪去了 我就有点担心了 那边说你担心什么呀 这船员失踪 无外乎有几种原因 对吧 第一种原因 那就是 这船漏水了 而且呢 也这个 失去动力 开不成了 船上的船老大 和船员 如果只是个货轮的话 这船上也就 撑死十几个人 是吧 一看 这船漏水了 就上了救生艇 弃船了 因为这船快沉了嘛 那肯定得弃船 对吧 这船呢 就这个倾斜着 失去动力 就创上了韩国的海岸 搁浅了 对吧 但是呢 这里边也有一个漏洞 如果是这个船漏水了 一般的船上 都有海湿卫星电话 这都是标配 所以肯定会通知 中国的这个渔业部门 安全部门 但是没有这个通知 第二个 船上遇到了 这种紧急的特殊情况 就是比较极端的 就是类似于 这个船上互相 发生了凶杀 你砍我 我砍你 最后都砍完了 但是呢 这应该在船上 发现血迹和尸首 可是呢 韩国海警登船以后 在他 据他们所说 在船上 没有这种痕迹 也没有船员 那只能是第三种情况了 各位 这个船上的船员 被韩国的海警 全给抓走了吗 这好像也不太合逻辑 那韩国的海警 把人抓走了 把船还给凿沉了吗 或者说是 这船没凿沉 而是 把这个人抓走了 把船放在海上漂流 这船自己撞沉呢 这好像也不太合逻辑 是吧 反正 这个事 是相当的诡异 和蹊跷 海盗 这个是最合逻辑的解释 但是 黄海 哪来的海盗啊 对吧 所以 这个事 中国的有关部门 不要放过这个事 一定要 要跟韩国 搞一个水落石出 但愿 这些船上的 中国同胞 人人都安全吧 看后续吧 点个订阅 咱们 下集再聊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